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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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陳巧恩 我在我的少女時代裡面 飾演的角色是 大真心 大家 再留晚一點 準備一下開會資料 加油 早點做完 早點回家 其實我們已經合作過那麼多檔的戰友 到現在 就是我的第一部戲怎麼很少了他 我覺得他也很久沒有在台灣拍戲 所以他也非常非常想回來台灣 那種每天可以回家的感覺 這一次也請他過來一起 他也滿阿沙里就答應來了 Jerry一直是私底下 我們還不錯的朋友 我覺得他非常適合大台語這個角色 其實我當初看到這個劇本 還滿驚訝的 跟我以前求學時候的一些 發生的一些事情 就還滿像的 他非常的敬業 他在現場打燈 他一定自己站現場 風吹什麼他都 他不會走 除非我們請他離開 王大陸就是那個 年輕的泰宇友來探班 也是在現場 來觀看這個 也程序的演技 這個大哥哥等於 來幫他扛這個角色 我覺得這也是 滿好的一個 互相的傳承 我們說是小太太 對 是你女朋友 對 長大 你好 不雜的關係 你在拍戲 很傳承 我希望觀眾去看一個 這個電影的時候 你可以跟著這個電影 有很多的共鳴 比如說他寫的畢業紀念冊 勿忘筆中人 那個緣分這些 就是會讓你在看的 看劇本的同時 你可以勾起很多的回憶 林正清就是劉德華的 現在所謂的鐵粉 那那個時候很幻想的 就是能夠跟劉德華在一起 那所以我們這裏面有很多 從網路上 還有從很多親友那邊 還有甚至 我們在找道具的時候發現 很多同事他們的朋友家裡都有 有德華的收藏 我不想只給00年 後90年後的小朋友看而已 我可不可以有更多 像我這個年紀或 或比我更長一點的 也一起join進來這個片子 所以我把故事的年代 往90年代去設定 企圖往前或往後 能夠容納更多一點的觀眾 然後我從去考察 就是在這個世代裡面 大家共同的那個時候 實力住行娛樂的部分 生活的一些細節 然後把它放到這個戲裡面 去做操作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那個冰宮 冰宮的話就是 在那個年代是非常盛行 就是不管跟朋友出去啊 都會約能 或是跟男朋友女朋友約會 也會去那邊玩這樣 所以我第一天 進到那個冰宮的時候 我看到我覺得就是 就是哇 就是好酷喔 就是因為它 它有很多上面的那種 很像很復古那種disco的那種燈 然後再加上 會放一個非常復古的音樂 然後你在溜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心情都愉悅的起來 Hammertim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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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